10月1号小童星张可星在北京召开了个人首张EP可爱甜心的抢亲发布会 活动当天正好是张可星6岁的生日 因此不仅由小粉丝来到现场为他加油大气 张可星的爸爸妈妈奶奶姥姥也来到现场帮他请生祝贺 据了解张可星刚刚代表中国 在美国参加了2013RMTA国际模特达人纽约大会 一举夺得了年度亚洲等五项大奖 虽然张可星只有6岁 但舞台今年相当丰富的他唱起歌来可是一点也不怯场 发布会当天张可星的妈妈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忙里忙外的比工作人员还操心 为了完成张可星的明星梦 她的父母是又出钱又出力 张可星对自己能当明星也非常有自信 扬言能当第二个范冰冰 谁 范冰冰 范冰冰啊 那你觉得自己哪方面能有机会成为范冰冰吧 你说如果对我比她跳的好 那我比她跳的好 那你觉得你跟她谁漂亮玩 我比她漂亮 那有没有想过吗 没有当成范冰是怎么办呀 就当张可星 就当张可星吧 现在还没有想的那么长远 我觉得将来主要是靠她自己 她如果喜欢我 我妈妈会支持 应该会吧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